韓星李敏浩的世界傳媒Fans Meeting 日前在首爾慶禧大學開羅 吸引4000名粉絲捧場 當中還不乏內地和日本的粉絲 專程飛到去看表演 場面相當熱鬧 開表之前李敏浩亦率先舉行記招 分享一下和粉絲見面的興奮心情 二年後來不斷地接觸到 我真的太高興奮心 但我最佳不斷地呼吸 所以我希望是可以作出一場表演 無論是歌手還是演員 舉行Fans Meeting 時 都一定不少唱歌的環節 李敏浩之前也是唱別人的歌曲為主 不過這次他特意在開場前 推出一張紀念專輯 讓粉絲在Fans Meeting上 可以一起唱到專屬偶像的歌 自認唱歌不聰明的李敏浩 願意為粉絲挑戰歌喉 真是誠意十足 雖然這麼辛苦錄了一張碟出來 李敏浩當然要展示一下他的努力成果 所以今次的Fans Meeting 就十足mini concert一樣 李敏浩還透露 接下來在日本、內地和香港等地的演出 會各有特色 除了Fans Meeting之外 李敏浩接下來還會拍攝新劇 可以和秘密花園的編劇金銀屬合作 令他相當期待 金文塑作家人的作品 每一個男生都想要做的 作家人 所以 我感到很高興拍攝 在第一場 一般都會做到 很好的 同時 我們有空間的足夠 我沒有時間 我們有空間的時間 空間的時間 我們有空間的空間 我們會有空間的時間 我們會拍攝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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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